哈喽大家好我是超哥很高兴大家能观看本人录制的pr系列视频教程 本期视频教大家如何用prcc2015做一个水墨音开制效果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操作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就这样一个水墨音开效果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操作 首先准备好素材准备好一个背景素材 拖动到背景轨唯一轨道时间主的背景轨唯一轨道 选择一个蚊子掌场素材蚊子掌场水墨素材 拖动到V3轨道 为了变异操作我们先把V3的轨道眼镜给关掉 我们选择字幕新建字幕默认静态字幕 点击确定 输入自己想要的文字我们先调一下字幕样式 字体不支持我们调个中文字体 我们先看看 我们先开始 看我们再次给我们 我先帮助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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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击插号按钮确定 这时候在素材仓口自动生成一个字幕式的图层 我们把该素材图层拖动到V2轨道 在效果菜面板中搜索轨道 选择轨道制造键 拖动该特效到字幕式图层 选择效果困键 点击轨道制造键 把制造选择视频上 把合成方式选择亮度制造 这时候我们再把V3的眼睛打开 这样一个水墨应开字效果就做好了 好不要不多说 今天的教程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下注